收入低是一个伪概念 成年应该知道一个真相 就是你现在到手的收入 就是你能力范围之内 挣到的最多的钱 所有人都在股通情绪 我们想讲一些不一样的 你认为公司给的钱少了 实际上他才是整个市场上 愿意给你出价最高的 因为一旦有更高的 你就可以随时离职 但为什么你不走 因为你把风险和其他要素折线了 虽然现在有各种不如意 但它依然是你所有选择里面最好的 薪水高并不是因为薪肠好 大厂的回报是高 免费三餐 担心休假 一年发16个月的工资 但是为什么不要你 因为你不值那个价 你可能会说我很辛苦 但是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不辛苦 出租司机行不辛苦 外卖小哥行不辛苦 凌晨三点的档口行不辛苦 那你告诉我 为什么这些人比你更辛苦 收入却还没有你高 因为并不是辛苦决定的收入 真正决定收入的只有一个 就是不可替代性 越不可替代收入就越高 你仔细想想 一个公司10万人 每个人都负责不同的职务 每个人都好像觉得自己很重要 好 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 你把哪个人干掉 最有可能把公司搞垮 答案是创世 在乔布斯之前 所有的技术人员 所有的销售人员 运营人员 全部都是现成的 但是为什么没有苹果 因为缺了一个灵魂人物 正是这个灵魂人物 把人和资源聚集到一起 形成了巨大的战斗力 创造出一个前所未有的产品 数量极的提升了 这个世界的效率 这就是不可替代性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减商 所谓的减商就是把无序变有序 把一个一个零碎的个体 组成一个有战斗力的军队 为了同一个目的去贫商 同样是操作系统 开发一个Windows 大概需要几十个亿 几千个程序员工作几十年 但是为什么盗版一个盘 只需要五块钱 他还能再赚三块钱 因为一个是减商劳动 一个是重复性劳动 一个是无序当中创造出有序 一个是仅仅进行了0.001的改动 你仔细看 世间所有的劳动 无非有这两种 但是大部分人做的是后者 也就意味着他们有无数的 可替代选项 几乎所有的公司 都是荣誉架构的 老板在你上班的第一天 就会默认你明天可能会离职 任何一个公司 都可以在三分之一的人 不来的情况之下 依然正常的运作 不受影响 推特被砍掉了三分之二 不也没事吗 而这句话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在公司里 哪怕你想辛苦 十倍一百倍 也没有这个机会 因为公司不需要你拼命 永远有人可以替代你 大部分人所做的 其实是在一个大的框架之下 把一个小的环节 重复重复再重复 当你还在担心 ChatGPG会让你失业的时候 正说明你做的是 简单而重复的事情 真正能带来刚回报的是什么 是风险 是无序当中寻找有序 是未知当中寻找已知 是冒着风浪寻找 没有人见过的新大路 不敢冒险 就说明你不是 第一流的人才 是无序当中寻找